3月18号 四川雅江森林火灾发生第四天 火场之中 山火燃烧后的林地被灰黑色的灰烬覆盖 森林消防员架起水泵 用白色水流清理着每一处烟点 灰黑色的林地中 它们的橙色制服格外醒目 记者18号中午来到1号火场山脚下 轰鸣的水泵声响彻山谷 这时森林消防员正在抽水上山 记者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行 松软的路面夹杂着草木灰 稍不注意脚下便打滑 攀爬途中 经过一段多处被火烧毁的木制栈道 栈道上 消防队员正在用两个储水罐进行二次蓄水 为山顶作业的队友供水 20分钟后 记者来到一处作业点 森林消防员正在对燃烧过的灰黑色林地进行增湿 防止复燃 一个就是这个山高坡比较等 队员们接近火场比较困难 要背着装备 也背着那些机具那些东西上 到火线边上要走一两个小时 体力消耗非常大 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比如说山上有滚石啊 这个火场的气温一到中午后 它就会气温骤身 然后风力加大 然后使这个火场的形势瞬间发生变化 就会对我们扑火队员的安全造成威胁 记者现场看到 队员们每一次攀登都是沿着极为陡峭的山坡前行 一根消防水袋需要五六名消防队员协同操作 才能在林间正常作业 疲惫的时候 有队员靠着水泵小气 刘伟说 队员们都很辛苦 但是火场态势的紧迫 让每个人都抹足了劲 一号火场在雅江县城周围 因为雅江县城它也是紧靠着这个山体的 就以防止火灾发生过去过后 对我们雅江县城周边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今天的主要任务主要是对一号火场的大的烟点 还有周边的一些零星的小烟点 进行彻底的一个清理 同时也坚守着一个看守火场 防止火场自然的一个任务 一号火场就是总体来说明火已经扑灭 然后山顶上还有两三个大烟点 我们正在尽全力 然后去行事队伍协同进行扑救 离开一号火场后 记者又驾车前往雅江县城西北侧的三号火场 几公里外并可看到远处的身体冒着浓烟 火线漫长 明火依稀可见 山脚下 梁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的队员们 正在用无人机和远程通信观察火事 记者了解到 梁山州森林消防支队200名队员 从西昌来雅江增援 3月17号晚抵达 来不及休整 18号凌晨2点就上山 一直到下午2点下山 在山上铺就了12个小时 3月18日凌晨 梁山森林消防支队200名消防救援人员 携带1200余件套灭火装备向三号火场开进 我们科学全面组织火场勘察 全体消防救援人员能够克服山高坡斗 勾身灵密 风向多变等不良影响 圆满完成了今日既定任务 灭火经验丰富的刘飞告诉记者 森林火灾往往情况复杂 现场评估 研判准确 才能科学安全进行铺就 由于我们携带的装备重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会在接近火场的期间 会多人互相的交换装备 到达了火线一线之后 由指挥员根据火场的实际情况 然后在科学选择普救的方法 小组的划分 力量装备的编程 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这样会节省大家的一些体力消耗 提高灭火的一些效能 据悉 截至3月18号12时 雅江森林火灾一号火场明火已扑灭 2号火场南北两线10公里范围内 有断续火线 3号火场西线南段两公里范围内 有断续火线 火势较为平稳